在疫情下,我相信很多師兄都在家工作 雖則叫做在家工作,其實都是局限於老闆找你的時候就在家工作 老闆不找你的時候,開一下Hi-Fi,聽一下音樂都是賞心樂事的事 最近我收到一件新的玩具,就是由Infinitive Power推出了一款新的Zero MCB Fuse 這款Fuse究竟是什麼音色取向呢?我現在拍下去聽一聽 稍後我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拉開入場線的朋友都知道,我們每一條入場線都要經一顆MCB Fuse 舉個例子,我拉兩條,我需要兩條,兩條那麼多這些MCB Fuse 當然,如果你在音響角度來說,因為你整餐機都要經過這顆Fuse 而這顆Fuse就變成你一套音響的一個叫瓶頸位 所以這顆Fuse的好與壞,直接來說都會對音響出來的效果 音效來說都會有直接的影響 其實MCB Fuse來說,音響用的Fuse其實市面上都有很多很多款式 總括來說,我們可以歸納做兩款 這一款就是我們傳統用的拍製式 當然有不同的廠家也有做了不同的處理 而另一款其實就是近這幾年都相當之流行的 簡直是一種叫Fuse式的 簡直是可以放一顆Fuse進去 一拍就通電了 當然啦,如果你說跳掣式的話 例如有什麼撞到的話,它會立即跳掣的 我按按鈕就通了 但是Fuse式的話 萬一有什麼撞的話 它一顆Fuse就好像我們機內Fuse一樣 這樣就會消斷了 這樣就要換個一顆上去才可以用的 好了,但是Fuse鍵和Pack鍵那裡 你問我在聲音效果上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Fuse鍵為什麼會用在音響上 主要原因是Fuse鍵的設計非常簡單 越簡單的話,裡面的干擾和雜訊相對會越少 所以Fuse鍵出來的聲音來說 我們聽到的背景會更加寧靜 那種連貫性相對比Pack鍵來說 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Fuse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因為Pack鍵,我整個鍵放進去 就是這樣了,不能換的 Fuse鍵就不同了 Fuse鍵,因為我們主要是透過一個殼來做支撐 如果我們在用這個Fuse鍵 將來來說 如果我們有其他Fuse的選擇 例如Zero Zero也有出這顆漂亮的Fuse 我原本在用這顆,我就可以拔出來 換了Zero這顆Fuse鍵 其實它那種玩樂性來說 Fuse的MCB的玩樂性就非常之大了 今集我可以詳細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現在市面上來說 如果是專門用的MCB用的Fuse 就算我們公司自己也有四款 我會逐一跟大家講講每一款特性 你會問我現在用這顆MCB的Fuse 和我機內用的Fuse有什麼分別 其實size上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之差 差很遠 機內的Fuse一般我們有20mm 或者13A插頭用的25mm 或者更大的33mm 其實MCB的Fuse是更大顆的 你看到差不多一隻手指尾 這隻我們叫做38mm 38mm長 10mm直徑的Fuse 我們叫做38x10 這隻Fuse是專門用的 這隻Fuse當然用在器材上 用不到的 會比較大顆 就算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現在賣的也有四款 或者可以逐一跟大家介紹 首先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當然是說Fuse最出名的 就是Powerhouse Zero 這一款是廠方最新最新 新鮮滾熱推出的 因為他們 Powerhouse在音響用的Fuse 也屬於一個很權威的品牌 他沒有理由不出一顆 給MCB用的 終於我們跟廠方 都反映了很久 他們終於都出了 而一出來說 都是最頂級的ZERO系列 其他系列都不出 好了 這一條ZERO MCB專用Fuse 根據廠方的資料 他都是用ZERO 給音響用的機內Fuse 同一種技術來製造 導體就用了一條銀的合金做導體 而在管身裏面 都管了一種 由廠方特別調配的一些礦石粉 而這一種礦石粉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除了可以吸收 當電流流過時的一些鞋震之外 另外他還可以吸收 由AC電裏面的一些雜訊 做出來的話 令到背景更加寧靜 接下來我們當然要介紹另一種 發燒音響Fuse的大品牌 就是德國Hi-Fi Tuning 而Hi-Fi Tuning來說 我相信暫時是最早提出 是一種MCBFuse 即是發燒級MCBFuse 概念的一個廠家 而他也是最早生產 這一種MCBFuse for audio用的廠家 十幾年前已經有做了 Hi-Fi Tuning主要來說 有兩款 而這一款是classics系列 而這一款是最近最新推出的 就是Supreme 3系列 Supreme 3系列的MCBFuse 這兩款Fuse 同樣來說 都是用了純銀的導體 中間的心用了純銀 另外他在蓋上 都是用了OFC和導金的一個蓋 Classic系列是用了白色陶瓷管 而Supreme 3系列 是用了黑陶瓷管 對於屏蔽效果 Supreme 3系列的MCBFuse 會比較好些 最後一款 一定要介紹的 就是我們自家生產的FIRT系列的Fuse 這一款的MCBFuse 都是用了FIRT機內的Fuse 同一款的技術 每一條FIRT的MCBFuse 同樣都會在TELOS的量子QBT煲線機 進行199小時的煲鏈熟化過程 最後講講四款Fuse的聲音取向 先講最新推出的Zero Fuse Zero Fuse當然 它的聲音密度是最高的 尤其是一些中頻的弱音 一些細節 聲音的音味 唐音的表現也是最美的 背景也是非常黑的 如果大家在價錢上 不是你的考慮的主要因素來說 這款Zero MCBFuse 絕對是你的最佳選擇 接下來我會介紹這兩款Hifi Tuning Fuse Hifi Tuning出的聲音 屬於非常之中性 非常之自然的聲音 它的細緻度 略略會比FIRT Fuse更加好 當然價格相對Zero 會比較親民 如果你說一般 如果你說一次過會拉很多 調入場線 你需要很多這些Fuse 不妨可以考慮Hifi Tuning的Fuse 最後我再講FIRT Fuse 其實它可以說 這麼多款Fuse 最高性價比的一顆Fuse 它的聲音同樣都是非常之中性平衡 非常之適合做什麼呢 譬如說 我的Line主要是給AV用的 聽看電影用的 其實FIRT Fuse都是不錯的選擇 另外來說 我剛才也講過 因為Fuse來說 是有機會 有機會是 當你一些電器裡面撞了 它會燒斷的 有時候就說 我燒斷了 我沒得玩音響 沒得聽 剛巧在晚上 店舖還沒開 很多師兄來說 都會多買一顆FIRT Fuse 作為一個試卑用 萬一你用Fuse 有什麼事 我立刻可以換一顆FIRT Fuse 起碼都可以聽聽歌 繼續看電影 繼續下去 不需要說 因為Fuse斷了 就不能聽歌 最後都要講一講 如果用這隻MCB Fuse 一些注意的地方 如果你說 Pillar 我要裝修 我全家都打爆了 從零開始 重新再做過 重新再拉過線 當然 這個情況下 絕對沒有問題 你可以用到Fuse 最重要的是 在做電之前 你一定要提早 跟師傅說一聲 我是會裝這隻Fuse 你叫師傅 用的電箱 一定要就這隻Fuse 就沒有問題 你會說 我現在已經在用了 我正在用了 我正在用了 傳統拍製的Fuse 聽Peter 你說得這麼好 我只是想 在傳統拍製Fuse 換這隻MCB Fuse 來試試 可以嗎 在這個情況下 有些情況下 你未必是用到的 例如什麼呢 如果你是用一些 帶老鼠尾的MCB 舉個例 例如是 這一款 Square D 又或者是這一款 輕架 AD123 等等 等等 這一類Fuse 這一類Fuse 你就換不到MCB Fuse 好可惜的 好 另外就是說 你在用三上電箱 都會有些問題 因為它Fuse的 一個底部 這個底部 有時候未必會夾到 你三上電裏的魚骨位置 這些情況 都未必是可以 就這樣換這隻MCB Fuse 來用的 這裡可能是說 你換之前 可能就需要跟師傅那邊談談 叫師傅上來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可不可以換到 才上來求買 好了 節目最後 我也想介紹一下 因為最近也都是 非常多師兄 搞入場線 其實我們都用了很長時間 就設計了一份 就是發燒級入場線的 一個專案的小冊子 其實裏面 都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最新的一些 一些入場線 可以用到的 入場線 MCB Fuse RCCB 另外還有一些插制 還有最重要 最後這幾部分 就是架構 如何建構 適合你自己的 一個發燒級的 獨立線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你可以走過旺角 上來我們門市 可以免費索取之餘 如果你說 我沒有空來旺角 其實你都可以 WhatsApp我們 我們都有 Soft Copy給你的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你要選擇 請到 下集再見 我們 爹